第九題 這條題目的表格比較奇怪 會看到 X2在Log中 其實是運用了什麼呢? 要記錄之前學過的Log功能 分別有LogA乘B 其實是等於LogA加LogB 以及抽出次方的這條公式 很簡單 其實我們可以運用這條公式 把Log 括好X2 拆成這樣 Log 100 再加Log X2 因為Log 100 其實是2 Log x2 可以變成CoEfficient 變成2乘Log x2 很明顯看到 這個表格有兩個定義 一個是Constant Term 一個是Log x 所以 一定不是Option 1和2 因為它們只有一個部分 只有一個部分 只有Option 3 所以就是B 然後這次的表格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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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